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进行换绳的流程 首先我们通过换绳器把琴弦先放松 放松的同时我们的左手拉一下 当它没有粘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掉再进行第二根琴弦 我们检查一下它的拉力 基本上全部松掉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琴弦一次性在这里把它剪掉 然后再把这里的琴弦一根一根的拆下来 它每一根琴弦上面都有一个小节 把节抽出来 把它上掉了 那这个情况就把它扭到上面来 把它扭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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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把它扭出来了 把它把它扭出来了 把它扭出来了 插进去 接下来我们要换新的琴弦 那么这是一套恩亚的E6琴弦来自进口的琴弦 那么琴弦里面有编号 四弦 二弦 和一弦 三弦 那这个琴弦已经拆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拆好的琴弦 那么 我们要依次把它分类出来 直到哪一根是 通过我们眼睛识别 一弦是最细的 然后二弦 然后三弦是最初的 四弦是第二弦 比一弦稍微细 那么 我们先测来一下它的长度是否够 因为我们待会要把这个弦头插进去打一个节 首先呢 我们要挑出我们的一弦 一弦 这样插进去 好 然后从音口里把那一头的弦头拿出来 然后打 打结 转一圈 塞进去 然后 拉直 然后再转一圈 通常要打两个结 这样会比较保险 拉一下 拉一下 通常这个如果线长不够长的话 我们的结不要打这么长 可以适当的打短一点 那么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剪断三分之一 好 拉过来 好 用力拉 检验它是否扎实 好 然后再挑出我们第二根 插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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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全部装好了之后 拉直 再测一下鲜长 是否够长 OK 好 接下来就我们装琴弦 把琴弦安装的同时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我们四线开始 通常从这里插进去 从我们的弦肘里面插进去 然后再从下面撞上来 撞上来之后呢 然后再从上面再插进去 插进去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结 是让它拉一下 好 很好 再看一下我们的 三线 好 同样的是 拉下去 然后从下方 下方窗出来 然后再 再从上方窗进去 这样 对 很好 然后再这个 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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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插进去 插进去 接下来一弦 那么我们都要把这个弦轴的洞 拧到面对着上方的位置 这样就方便我们安装 下去 安装好了之后呢 再借助我们的 把它的线长都放在它相应的 清整的线槽里 按住这个第一瓶的位置 然后 把它拉着 然后左手测试弹奏一下 放进 好 我们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有音准 有音高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调音器 把它的音调整 不过想成太远的吗 我们可以通过指线器来调节 当我们把音基本调整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适当地拉一下每根琴弦 因为新的琴弦装上去的时候都会比较跑音 拉一下 这样上下拉之后上下拉回来这样 尽量将它的拉力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跑音 好,那我们之后进行副调 就不会让你上次转换 安装好了之后 调好之后 弹手曲之后 测试一下 把时候准备 基本上准确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清理垃圾了 把我们多余的一线琴弦 进行修整 进行剪掉 那么一定要找对 找对他的 多余的琴弦的一线弦头 进行 插进去 记住一定不要剪到 其他的主要的琴弦 否则就会废掉了 那么找到了之后 进行剪掉 好 再从后面修整一次 如果它还长的话 再进行一次 修整 而过于长 OK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推荐的教学视频 好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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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